哈囉 大家好 我是頻道們 今天一段下 蜜拳超人最強之男 那我們最近的話 跟大家介紹的就是 我們新出的那個 即時的對戰模式了 那 現在的話 目前是我們晚上八點的時候 晚上八點的時候呢 就可以來打一下我們的即時對戰啦 那這個就是真正可以打我們排位賽的東西囉 因為在那之前的話 我們基本上都是打我們練習賽啦 所以今天的話呢 我們就來挑戰一下對戰擂台裡面的 我們的 真正的排位賽喔 來看一下大家到底厲不厲害啊 因為我們之前都是打練習賽的喔 好 那每天的中午十二點到一點半 跟我們晚上的八點到九點 都可以打我們的這個排位賽囉 那我們這邊是 目前是初學新人啦 我們就來匹配看一下 看一下有沒有人可以讓我們升階 OK 這對面呢 也是我們的初學新人喔 那我們上次的話 已經選擇到了一個不錯的隊伍啦 那這邊限時 限免的角色就是 建商你可以選的 但是如果你沒有那些角色的話 就是可以選 那如果你原本就有這些角色的話 根本就是不用擔心的這樣子喔 那像我們的話一定會選King啦 那我們King的話最後再選 我們先不用那麼早讓他出來 我們就選一下我們的這個 文少女 還有我們的 文少女先不要選喔 我們選那個 選一波流隊伍好了喔 限免的這個童地 然後我們選我們原本的那個 那套組合來玩一下好了喔 讓他以為我們很爛之類的 我們這邊下一隻要選的是誰 選個那個黃金球好了 先這樣選 看一下選誰喔 OK 他這邊是有龍捲 又有那個 又有我們甜美甲沒有 但是沒有關係 看到他就沒有King 沒有King的話呢 嘿嘿嘿嘿嘿 那就是我們的天下啦 好 我們就用這樣的角色來跟他打一下喔 基本上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來 欸我看你有沒有King 欸沒有King的話 就讓我把你給解決吧 我們今天看一下應該是可以升到蠻高的 因為我覺得大家如果沒有King的話 應該都還蠻難打的 因為你只要有King的話 都可以鎖住對面一回合的那個技能嘛 因為他是鎖那個就是我們上面那個能量點 那鎖能量點的話就可以讓對面就 唉唷 沒有King喔 那這邊的話 好消息好消息 那我們這邊 哇King是變惡數了欸 所以這個的一速二速真的是我們的技能是不是 那真的會比較有點小尷尬一點點 如果是我們的技能的話喔 就是我們身上穿的裝備也有一些就是 那個想法的話那就會比較麻煩一點點 但是目前來說用這一套應該是可以試試看的喔 來 我們直接跟他打了 那對面這個感覺也是一波流 那我們這邊的話基本上我們都是先開大喔 欸那這邊不錯了 不錯了 不錯了 好 我們先炸一下 有能量太好了 有能量代表我們可以開大 然後鎖他們技能 鎖你們技能 讓你們不能開 然後再來我們同地三連擊 這邊沒辦法開的話 我們先把他的那個 先把他的那個誰啊 先把他龍捲打死好了喔 龍捲再見 耶 沒有問題 欸沒死欸 喔 直接棄權了是不是 太好了 這邊的話我們直接升階 那這邊如果連勝的話呢 就可以拿到我們這邊東西啦 所以還不是很不錯 然後六戰獎勵這樣子 所以基本上每天打個六場應該都還不錯 來看一下我們第二場 基本上你只要有那個 你只要我覺得你只要有我們的那個KING應該都很不錯啦 用有KING就沒有問題了 我們繼續演喔 演給他們看 以為我們很爛這樣子 我們先看一下喔 那如果你想要KING第一個先打的話 就是第一個先出手的話 那應該就不要解清楚其事啦 我們沒關係 我們這邊還是先選 我們就先選很爛的 因為前面來說就是 就算對面跟我選的是一樣角色 我們還是可以選 所以就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啦 所以你就可以自己把自己想要選的角色都選出來 就沒有問題了 然後這邊的話再下一隻是誰 下一隻的話 我原本剛剛那場選 喔 金屬騎士 好 沒問題 就這樣子 我們就用這套隊 我跟你打 欸 你看怎麼辦 怎麼辦 我們一開始就鎖你 欸 讓你沒辦法發招式 啊 欸 沒辦法發招式 你就等著被我們打死 所以我覺得其實 因為這個 這個競技場啦 他還是就是必須要你有擁有的角色 你才可以來打這樣子 所以基本上你還是必須要就是 有那些角色會比較好 我們這邊直接 發射炸彈 沒有問題 欸 這邊直接有拿到能量 然後鎖他能量 鎖他能量 鎖你們能量 所以他們下一回合沒辦法開大絕 我們這邊先把他童計打死好了喔 看一下他們暈到童地或打死童地 沒有問題 然後這邊的話 童地死了 我們直接原子斬 來 再見 然後看他怎麼辦啊 來 盡量打 他們被鎖能量了 所以沒有能量可以發招式喔 來啊來啊 然後我們這邊有阿修羅拳 但是沒有關係 阿修羅這邊的話 先普攻一下原子武士 然後再用我們的這個黃金球 刷刷刷 沒有問題 直接解決欸 那這個模式的話 好像不會就是跟你自己的那個角色的那個裝備好像有所影響的樣子吧 所以這個的話呢 還是就是比較取向於就是你要比較多角色才可以去跟別人對抗會比較好 所以你常常就是去抽一些限時角色的話我覺得其實對自己來說會比較好 這個人也是 連射很多喔 這個可能是我們今天的第一場敗仗了 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喔 這場可能會有點慘喔 因為這個人感覺就很厲害喔 欸 看到了 這感覺又是一個一波流的陣型喔 沒關係 我們就繼續選我們的King喔 我覺得只要有King 基本上都好打啦 來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笨小孩有沒有King喔 如果他沒有King的話 我們應該是有點小機會 如果他有King的話 我們就會有點麻煩了 這邊感覺 欸 他沒有 他就用深海王喔 深海王應該也是可以鎖那個 鎖我們那個能量的 所以應該也是 也是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我們這邊先用King先鎖他的話 兩邊互鎖就要看一下 到底我們的威力如何囉 拜託 來 看一下能不能獲勝 喔 這邊他的那個 一樣都是先派出我們那個金屬騎士喔 那我們這邊的話呢 我們金屬騎士先不發炮好不好 我們這邊變紅方了 欸喔 他這邊直接那個欸 下一個就是他們那個龍卷跟那個童帝勒 哇 這邊感覺有點 有點淒慘了我們 我覺得我們這邊可能會輸喔 真的是會輸的喔 我們先留個能量啊 不過他沒有輸我們能量 我們直接發好了 反正有暴擊我們就有能量齁 好 哇 我們有點慘了 他應該是要發龍卷的大絕了 哇 哇哇哇哇哇哇哇 這個感覺好像也是有那個欸 就是有跟自己的裝備有合一起來的感覺喔 他把他給打死了 他把我們那兩隻打死了 然後我們的King 哇靠 我們 他把我們King封死了 哇 這個厲害了 我的天 這個有點慘兮兮的 我的天 哇 全死全死 哇 完了完了 我們第一場敗戰來了 這個很厲害欸 所以這個到底有沒有跟自己的裝備有所影響 如果有的話 可能也是會很麻煩欸 就是 我們裝備那些如果沒有練很高的話 還是會被打死喔 哇 這邊很可惜啦 直接戰敗了 齁 應該是那個啦 合理配置元件喔 因為我們這邊打完之後 元件這邊不是會有一些東西嗎 這個東西 這些東西的話 都會讓自己的能量 都會有一些就是影響的樣子喔 你要拿到這邊的東西的話 你才可以就是讓角色更厲害的感覺 這樣子 然後 這邊好像也有一些專屬的元件這些可以搭配這樣子喔 所以目前來說就是有這種東西要去用啦 然後這個該怎麼辦 這個不知道去哪裡拿欸 這個好像就是要去那個商店那邊做一波購買的樣子 然後你打完之後用這個幣去購買這樣子喔 所以就會比較麻煩 所以他開招式比較快的話就會有那個就是影響 像這個地方的話 你就要抽五次這個東西好不好 然後開啟之後你就會有更多的一些獎券這樣子喔 我們先把這個都先抽完好了 看一下有沒有更好的一些招式 因為他還有一些就是招式的那個強化的東西啦 所以他的那個能力那些會比你快的話 就是有可能是跟這邊是有關係的 因為我們可能沒有插滿或甚麼之類的這樣子喔 哇 這個可能真的要用一下了 我剛剛的話基本上就想說 我自己應該可以打得很上面 結果發現哇 卻沒有啦 我原本想說我很OK 但是其實我一點也不OK的感覺 我們可以先下來卸下一下喔 取景攻擊我們是很需要這個的 沒有問題 然後原件背包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拿過的啦 所以就沒有問題了 專屬套件呢 這個好像是要看有沒有欸 這個也不是每一個你抽到就有 因為像我們剛剛有抽到這個 青燕的話齁 我們剛剛青燕就有拿到這個 青燕的被動技能套件 所以這個要就是越打越厲害啦 然後你還要來這個 就是我們這邊商店這邊有沒有 開啟5次這樣子喔 然後會有免費的階段 或者是你打贏很多的這個 就是VS這個B的話 你也可以來這樣兌換 或是來這邊兌換一下商品這樣子 我覺得還算是不錯 好 我們再打一下 原本以為可以連勝很多場 結果看來應該是沒有辦法喔 然後基本上的話 鷹尖好像是可以打個20場這樣子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場 我們打的比較厲害一點點 喔唷 剛剛那個是感覺就有玩過啦 所以感覺就沒有那麼簡單了 沒有關係 我們還是可以努力一下的 這邊的話呢 一樣用我們的先這樣來騙他 看他會帶甚麼 其實跟自己的一些 就是那個我剛剛講的 那個商店那邊換出的那個文章 是有差別的喔 所以大家記得你就是 還是要去調整一下那邊的東西 那其他一些東西的話 應該都還是吃自己本身角色 一些性能的感覺啦 所以這個的話呢 我們還是要就是 去理解一下喔 我一樣就用這樣的隊伍來跟他打啦 麻煩我們就直接打到最後了啦 不管 好不好 來 不怕 不怕 看一下到底用這套組合能夠打到後面 我覺得就是 但是先手跟後手真的差很多就是了 這個真的要去理解一下 我的天 要不然就是可能待會的話 我們就是不要金屬騎士放儀術了 我們就KING放儀術看看 能不能先鎖他 然後把金屬騎士這隻角色 換別隻角色看看喔 看一下這次有沒有機會 哇 這次好像是我們先喔 因為我們是紅方 沒問題 我們就直接先 先炸他一波 炸他一波 但是他這邊的話我們鎖他能量好像也沒有什麼意義了 因為他會直接用銅蒂 他應該會暈我們的銅蒂 暈了暈了 他暈獨角仙是嗎 嗯 居然是暈獨角仙 那沒有辦法了 我們只好鎖你能量了 他居然會選擇暈獨角仙欸 我自己也是 蠻問號的 那我們這邊先暈他的這個 深海王 深海王暈暈 欸沒有暈到不過沒有關係 原之斬一下 原之斬 然後待會的話我們還可以在那個 哇來了 哇我們的King被打死 但是沒有關係 因為他的能量已經被我們封鎖了 剛那一場真的很可惜啦 因為 那個要封他能量已經來不及了 因為童地已經拿滿能量了這樣子喔 在他 好這場應該是穩咯 出攻 然後 哇哇哇哇 哇他補血補回來了 但是我們暴擊把他暴死了 沒有問題 對戰成功 nice 所以這感覺就是 你要取得比較多勝會比較好 你看有沒有 這邊三連勝之後 他會給你那個500幣 你就可以再去抽一下這邊的東西 所以剛剛那個人的話 應該就是 有去 有拿到這麼多幣 然後就是把這些東西一直升上去 你就可以拿到更多的一些 就是支援這樣子 我們就可以把這些一級的東西都卸下來 換這個二級比較厲害的東西上去 把一級都換下來 這樣我覺得就是你要打別人的話 應該會比較好打一點點啦 然後 就盡量先去抽喔 因為這個幣的話 是可以兌換 但是感覺好像 感覺直接用這個抽會比較好 先抽多一點這個 好 有三級的了 這個越抽越高的話 基本上對自己的戰鬥來說的話 一定會比較好的 這個我們先把他弄高 然後這個再把他弄高 把他升起來就對了 然後這個整排攻擊 攻擊免傷率 好 沒問題 那我們就這樣再去跟別人打 這樣我們就會慢慢的越變越厲害的感覺啦 然後那個還可以拆卸有沒有 就是你只要把不喜歡的拆下來就沒有問題了 喔 這邊的話又是一個新人的感覺囉 就一樣用剛剛那套隊伍喔 那如果大家有一些就是比較推薦組的話 都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哲平喔 因為其實我今天也是第一次玩這個模式跟編隊長啦 所以我也還不知道就是哪一些隊伍比較厲害 那因為基本上我們還是要跟我們拿到的那些符文 有做一波搭配會比較好啦 所以大家如果有一些想法的話 也可以就是歡迎分享一下你們的戰法 因為這個模式感覺身體是很好玩捏 怎麼不選了 你怎麼了 你是不是想要戰討 你不能戰討喔 我們要打贏你拿獎盃 不要鬧喔 我們現在真的是非常想要拿獎盃喔 那個模式真的一開始你一定要盡量讓自己的那個就是 那個能力值就是往上提升會比較好打一點點 他是不是戰討了 那這樣算我們贏嗎 喔 他選的好像比較慢一點點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我們就繼續他 他在拖我時間啦 每一個 每一個種遊戲都有這種人捏 是不是 拖到最後然後就在那邊拖大家時間這樣子 然後就呵呵 我讓你打不完所有這樣子 呵呵呵 你在那邊欺負人 我就讓你打不完那種感覺喔 好 我們來基本上上剛剛看到別人用龍卷 我覺得應該還算是不錯啦 而且如果真的是沒有吃自己的那個就是 裝備那些性能的話 應該就是 選這些比較有力的角色應該會比較好 但是你還是要做一波搭配啦 比如說原子武士跟黃金球兩隻做搭配的話就很不錯 或是你可以用那個 天配甲面跟我們的獸王做一波搭配喔 感覺他是跳機阿 不要這樣浪費大家時間好不 阿 缺力不可 你這樣不是一個 不是一個好人欸 結果他一進去把我打爆 然後我就哭死了 呵呵呵呵呵呵 一進去把我打爆這樣子喔 好 沒關係 我們再等 沒關係 我們時間很多 等他 欸 這邊的話我們比賽直接結束欸 所以他人真的是不在欸 那我們這樣算我們獲勝 有有有 我們這邊拿到40杯了還不錯喔 所以基本上每天的話都有20場可以打 然後盡量把自己的這個原件配置用高一點點的話 應該會比較OK一點點喔 那這邊的話可以就是 把一些你覺得不想用到的一些東西 就給他換掉會比較OK一點 整列整列東西 然後 這幾個東西都是可以去分解的喔 分解的話會獲得我們的對戰幣啦 然後慢慢的提升出你這個 戰隊方案 然後把他提升之後的話 應該就會變得更厲害一點點了好不好 那這個就是我們最近出的集資對戰模式啦 那如果大家喜歡的話千萬不要錯過 我覺得這個模式的話真的非常有趣 而且又有一些資源可以拿喔 然後可以去挑戰一下自己的一些 就是配對的一些能力啦 那你們有一些就是比較好的推對王師 或是有一些就是比較好的符文分享的話 都歡迎在下面留言分享給哲平囉 那明明到十點鐘的時候 有點個晚上 後面的晚上 前五小時的影片喔 打開看一下啦 那繼續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啦~~